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调整过很多外邻护身者及各种不同的病患 到各处做义工 也开始参与课程的教授 在台湾、纽西兰、美国 他也曾亲自去授课 所以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让我想起一句话 无心插柳柳成音 我能够开始讲课 真的要感谢魏老师给我的一个机会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利用暑假跟着魏老师去纽西兰上课 当时参加的学员很多 我们准备在一个大礼堂上课 那其学员里华人比较多 外国人比较少 当时我们没有翻译机 跟现在不一样 戴上耳机就可以轻松听到自己的语言 在二十多年前的做法是 如果有外国学员 老师讲课几分钟 立刻再请现场的义工帮忙翻译英文 这样的做法 使得原来两个小时的课程 只能讲到一个小时的内容 因为一半时间都花在翻译上面了 当时的那一班 华人约有两百多人 外国朋友只有十几位而已 但是又不能不讲英文啊 所以当时魏老师就灵机一动 因为隔壁的礼堂是空着的 他就跟我说 余慧 你就到隔壁帮外国朋友上课吧 就这样开辟了另外一班为英文班 魏老师那一班就可以上完整的课程了 俗话说出生之赌不畏虎 回想当初 爸爸既然这样说 我就说好啊 就这样 我就在隔壁开始讲课了 在上完初中级课程后 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 有位外国学员特别过来跟我分享说 其实他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但是当他看着我小咪咪的跟大家讲课 看着就很舒服 所以他觉得整个课程上得很愉快 那是一次很开心的经验 这就是我第一次上课的故事 之后也常常到美国 或者是在台湾授课 在上课的过程中 跟义工和学员们的互动 也觉得很开心充实 能够和大家一起在长生学成长 曾经有次在美国北加州授课 在终极班第二天 我问全班的学员 你们现在学了长生学 以后看到陌生的人 如果生病不舒服了 你们愿不愿意伸出手去帮助他呢 哇 全班同学都很热情 很多人都举手了 大家都很高兴 拥有双手就能治病的能力 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上课互动 但是那天在下课后 有两位小姐特别过来跟我说 老师你刚刚问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举手 因为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人跟他们分享过 可以去帮助陌生人 所以当他听到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没有举手 但是他接着说 他会从今天开始 愿意伸出手去帮助别人 听到这么有省事的回馈 真的很令我感动 我相信透过长生学 已经把慈悲喜舍的信念传达出去 生殖在彼此的心里了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我觉得很多的影响 是在生活中体会得来的 令我想到我小的时候 魏老师常带我们全家去 缩西爬山 我们学习到 爬山是要靠自己的一双腿 你走不动 别人也背不起你 你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走过去 到达目的地 才可以好好的休息 达到你的目标 如果没有透过生活的实践 这些道理可能对我们而言 便觉得很遥远了 魏老师教我们 缩西在溪水中行就时 你一定要一步踏稳 再踩下一步 当我们在水里面去感受水流 感受石头在脚下移动的感觉 你会体验得到这句话 很深刻的印在自己的心里 你的脚要踏稳一步后 才去踏下另一步 还有当水流很湍急的时候 魏老师和一群叔叔们 他们会排成一道人墙 把小孩子一个一个 顺利的传送到对岸去 你便可以从这个扶持 及身体的力量中 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 能够透过彼此互相帮忙 可以互相照顾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影响 是魏老师和我透过 在生活中的实践与累积 一点一滴在心里 前两天我带着我们家的老三 他才三岁多 还在探索世界 我带着他在公园散步 当他看到地上的树枝 他就问我 妈妈 棍棍掉在地上 会不会烂掉啊 我知道他说的是树枝 我就说会呀 树枝掉在泥土上 树枝就会烂掉 他接着问我说 哪叶子呢 我回答 叶子掉在地上 也会烂掉会腐败啊 他说花呢 我说花也会啊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到树的种子掉在地上 我就跟他说 你看那些种子呢 掉在土地上就不会烂掉哦 而且他会长出新的树 新的植物出来哦 当我跟他讲完这番话之后 我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种子呢 中国人的观念 总只是延续家庭繁荣 很重要的任务 家族需要开支善业 但是这样的想法 还是限制在一个血缘之间的延续 那么到底什么可以代表 人类价值的种子呢 我相信那一定是信念 信念就是我们的种子 当我们有一个信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勇气跟坚持 去完成一些理想 譬如运动员 当他有个信念 要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 他选择跑步横跃沙漠 在长生学这么有爱 大家能够互相帮助的团体里 信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有句话说得很好 所有的东西都会越分越少 但唯有爱和快乐 这两样东西是会越分越多的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有个可以透过网路 就能沟通的平台 分享跟坚定彼此的信念 是多么幸福的事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让我们一起 把长生学这份爱的力量 爱的信念 继续传递出去 感谢继续传递